好 回到台湾共同团的现场 现在节目是下午的3点31分 那我们持续带大家也迅速来掌握 来自于彰化地方法院的画面 刚才最新画面带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这个温英焦的律师罗峰宇 已经进到法庭的现场了 那陆续我们待会从画面上带大家来看 接押庭立刻要来召开 那今天有6个被告的接押庭同时开 会先开谁的目前不得而知 会不会迅速处理目前也都不清楚 这是来自于彰化地方法院最新的画面 那我们在讨论也同时关注魏英冲 会不会能够在这个时候交保的情况之下 他们家人准备3亿元 所以来拼交保 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来看到 灭顶的行动会在老二退出101 在这个老三现在被起诉之后就要结束吗 当相信大家觉得当然是不可以的 我们看看灭顶的行动 现在看到政府的动作是越来越大 好 有查税 有查资金 有要抽银根 我们昨天就讲到了税本来就应该要查 那么如果这么多台湾的大型企业都会逃税的话呢 只要黑心才会逃吗 那么不只是黑心也会逃的情况之下 财政部的查税动作显然做得不够彻底 那现在继续的查是不是让大家让魏家很紧张呢 那么资金的异常刚刚点到了 崔玉老师有点到钱跑到哪去 都跑到国外去了吗 那这些钱是台湾人的钱拿到国外去 这又该怎么办呢 那么抽银根动作现在是越来越明确了 新的贷款到期就不再贷 这是对公股行股的部分 那么三重的开发案已经破局了 中加案的部分呢 现在说呢你的贷款高达7成2 这也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也得要降下来 连立法院都做了相关的这个决议 认为NCC你只要收到鼎心的中加案 就是不准来审一定要驳回 当然这是有点明确的做法 会不会这么做 目前也是一个不得而知 所以我这边也要来请教这个是 这个纪委员 那么这么多的动作 就是吓吓他们 这些动作平常可以做 出事的做更大 那么吓一下有用吗 还是接下来我们展现的是 政府破釜沉舟的决心 当然啦继续查下去 难免会引起一些动荡 那免不了 甚至有些时候是不是自己会稍微伤到 我觉得那应该不在考量之内 现在民众争大眼睛 看你政府再怎么办下去 我想摆足之舌 死而不僵然 以下是要叫他交出所有的经营权 或是甚至退出 你看光是叫他从副董总经营下 他就不愿意 更何况说你现在卖出来 张胜尔讲说没有好像也不能用逼的啊 但是我们政府有可以用的方式工具很多 是啊 不要光说不练啊 那其实当然了你政府做一个 政府也不能说哎呀 用一些好像不太上 好像不太合理 甚至于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君子的做法 但是像这种可以讲毒害全国的这种大捐剧法 我觉得政府没有展现大魄力不能凸显菩萨心肠 我讲说今天党团大会一面倒 从来没有说没有一点意应在为他们讲话的 从来没有 就是说每次我们开党团大会总是不同意见 今天完全没有人有不同意见 那说你今天政府不赶快借用现在所谓的名气可用的话 那我不晓得怎么做 政府的手段方式太多嘛 光是这次讲话官就查到他们的逃漏税 漏开发表就好几亿哦 那你真的往下追的话 追他们资金流向 追他们其他的逃漏税 查他们这相关的贷款是否合法 合理 合情合理 我觉得太多了 还有我看到报纸刊登说 听说对案也在查 假设对案也给他们这样一点压力的话 那这样不然的话他们想说 反正我台湾这个投资百分之十几啊 不要不要 你台湾的动作应该大一点 一定要大不然的话 你干嘛两岸要司法无助呢 那重点是 像他们这种大人物 你可以经过大风大浪 你看连续发生了两次都还不怕 到第三次发生了才知道认灾了 所以他们那种就没有到黄河 心就一定不会死 换句话说你今天一定要把你整个 你追查的动作一定要落实下去 让他们感受到你政府 这次是百分之百完真的啦 不然的话你说好吧那两三天 这个风头一过去 那就不再好 我觉得功归一归 而且所有还不只是说 当然现在谈选举是不恰当啦 可是很多事情如果说你把他想到选举 我告诉你啦 过人家说可以过三楼 你也没办法过好买啊 他们这种从大陆回来没有带钱回来 明天话讲 两个过后庭啊 就是买空买空嘛 是是没错好 那大家现在是因为出事了才知道他这么糟 那出事之前通通不知道 像纪委员是国民党的委员 不断强调要来真的要来真的 因为我们都很怀疑到底要不要来真的 因为就是有个选举卡在那里才会发现 那现在来真的然后选后就会再会吗 所以有人会评估说 今天家庭文聪一定会被继续羈押 那然后呢选完就会放出来 大家都这样子讲嘛 所以执政党你要让大家怎么相信你 因为你的门神之说没有办法理清 民进党也有这样的问题 那民进党也点点都不在讲话 这就没事嘛 因为反正国民党被骂了更多 所以我看到大老这个社会氛围的一个不公平 那是正常 但我们看到说这里连贷案来看 这个本来这边贷款比例竟然占有7成2 这是不符合央行的做法的 那之前来看到说这里头央行很多的讲的要求 在这里看到我们国内的公股行库 是没有完全完全在这里遵守的 所以昨天看到的是呢 这个彭湾南在立法院里头又讲到说 这个魏家是空手回来的 所以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公股银行不依法行事 我们公股银行看到了魏家 因为他叫魏家鼎心 所以在这里给了很多的方便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行库们也非常的媚俗 因为觉得他们有钱嘛 曾经是首富 在大陆事业这么样的大 通通不怕 所以这是一个哪里应该讲跟权烂的一个状态吗 我觉得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 而且越来越进入敏感的地方 那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今天起诉了30年 130个案子 这个部分我就不晓得 如果今天党团会议里头 国民党的委员就这方面继续发言的话 我就觉得不必要了 这个大概就是秀 但是如果说就其他的部分 说你不但要放弃经营权 也要放弃所有权 也要全部退出台湾 全部台湾讲起来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张胜河昨天说完全退出台湾 所有的钱就学巴菲特 但今天已经有讲了 所有的钱要逼他退 并不简单 那我觉得一个高层的官员 不要说今天讲得很伟大 第二天讲说很不容易 我觉得这个就是敏感的地方 你要处理的好 那我可以了解以国民党党团 不要讲国民党党 民进党党团恐怕类似的事情 也会一样 因为就是要表演给大家看嘛 今天如果里头有一个 他脑筋比较清楚 觉得这种事情 虽然民粹是一面倒的 但是我如果讲一些 不一样的声音的话 有没有人敢这样 没有人敢 因为他如果这样讲的话 有人一定会透露消息给外面 明天媒体就把他登得很大 他就是没台没计 变成大家追打的对象 所以我是认为今天是魏家兄弟 一路到现在为止是智慧不足 判断不好 他一直想要停损 那像比如说他要推出101的经营权 他也要去请示 或是请曾明忠指教 他不是说有两个案子 一个是硬的一个是来软的 那硬的不通我就是来走软的 其实那个软的 其实他要落实的这个诚意 并不够的 是去问了曾明忠 曾明说你最好是这样 如果不然你会死 那我认为今天以台湾老百姓的氛围 老百姓的要求或者期待 是要卫权或是顶薪完全退出 完全退出 台湾的生意你不能做 你一块钱 我请问大家是不是这个感觉 是啊 但是你要做到这个程度 要如何做得漂亮 我想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贷款超过百分比 那我认为这个主管单位 可以不用很声张 可以不用放话 可以不用去秀表演 所以为了选举考量 他们应该赶快 默默的快速的去追究 是 当初谁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追究完以后 马上修正 不对的地方 该撤的撤 该取消的取消 对 我跟你讲 魏家虽然很笨 因为他笨是笨在 他还要贪图 他已经拿到在手上而已 但是他也很聪明 他在看他在看 每天看 今天比昨天不好 那明天又比今天不好 是 他这个转风改变态度的速度 我想也会比大家预料的 来得很快 也要设法停损 是 但是这个停损 魏家停损到现在 看不到一个效益 所以就每天看 政府你查到我什么 我就来做一下 你叮到我什么 我再来看一下 那政府顾问我们 我们刚刚在武器大佬 点到一个重点 你们到底有没有去查 如果没有查 你根本不知道的 超额贷款的状况 那超额贷款现在说 就给他停下来啊 或是下修比例啊 那有没有去做乘储呢 没听说 这些公伙行物在干什么 那昨天找了真明宗来说 那要干怎么办呢 真明宗给了三方面的指示 那这个指示 是真明宗 你立刻在现场想出来的 还是之前就有人指示 你要想好这三招 这个也没有交代嘛 这个不用交代 我告诉你 哪团队 所有的官员里头 几年来 六年多来 是 其实真明宗 是相对很厉害的官员 我跟你讲 他处理事情 很多记性玩意都不错 而且他口条好 他讲话不会出错 他是很厉害的 是 所以呢 难得被大佬称赞 对 难得被大佬称赞的 一个官员 好 真明宗 当然我们早就也认识了 这个为赖英赵 赖英赵 这个司法院长 带出来的子弟兵 今天这个部分 备受赞扬也有 但备受质疑的也有 所以他说 这三点指示 到底从哪儿来 那么真明宗做完之后 为什么要找上他 当然业界都很清楚 他会做事 他也愿意做事 所以为什么不找张胜禾 张胜禾 太铁板一块 而且常常很搞民粹 最近的发展 不就是搞民粹的一个结果吗 我请邱里老师 继续带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昨天彭华南 总裁会在立法院说到 终于又说实话 但也又晚了 好多好多年 他告诉大家 鼎心卫家四兄弟 回台湾就是空手回来 所有的钱 在台湾吸 吸完之后去赚钱 赚到自己口袋 再回答国出问题 所以我先讲个笑话 好 有一个跟鼎心卫家兄弟 跟尹燕娘都非常好的一位大佬 就是刘泰英 那因为刘泰英去打了干细胞 所以变得年轻了 活力充沛了 所以呢 这个不识广告 所以在 医药广告 在 在这个 在这个 因为他在外国打 不在台湾 在国外 那 那当时就谈到 他就提到说 他最擅长打永春拳 就永远青春 当时在座呢 魏家有三个兄弟在场 那他们就开始开玩笑 还有人就说 遇到事情了 我们到台湾大董就说 到了台湾要和气生财 所以他最擅长打和气道 那另外有人又说了 哎 我们遇到事情 爱台湾就可以过关 所以最擅长打台拳道 那 当时有一个很聪明的人 智慧非常高的人 当场就说 你们很会用财务杠杆 所以你们最擅长打的叫空手道 那我现在来讲空手道 彭华兰把空手道的秘诀点出来了 那么魏家兄弟一开始 他到台湾发行TDR 他一定要找一个 要开始玩空手道 一定要找一个很好的broker 所以他就找到了永丰营 找到了和寿船 那和寿船因为关系非常的好 所以就有很多人圈购 所以他的TDR很顺利的 就发行出去 就有了170亿就进来了 现金就来了 那有了这170亿的现金 就能干好多好多的事情 其中一部分 就拿去买101的股权 就得到了37%的101的股权 然后有了副董事长总经理 那么也有了武席董事 好 紧接着拿101的这37%的股权 然后像银行去股票执押 执押比例高达87% 这个也违法的 好 那么这个钱是不是又套出来了 套出这个钱之后 去干什么呢 去买地保 因为买地保 代表了他的身份提高了 那么这时候 易景还乡就有荣耀了 可是买了地保以后 用了现金买 那下面再拿地保 再去银行再执押 所以又执押了99% 现金又套出来了 好 那另外呢 他去买这个 未权在三重的 这个飞燕厂的这块土地 同样的 新燕厂这块土地 他一样的状态 也是用执押 用抵押的方式 又把钱套出来了 套出来以后怎么办呢 把这个钱汇到国外 那因为台湾的利息很低嘛 在国外的利息高嘛 所以在国外 就可以有很高的利息 又可以把钱藏力在国外 又安全 那么又可以避税 对 所以这种空手道的打法 就塑造了今天 魏家兄弟庞大的财富 是 也造成了今天的 一个黑心的好景 是 谢谢老师 因为崔玉老师是 财经老师 帮大家做的这番的说明 他也知道 一毛钱没有带回来台湾 但在台湾 他用这个钱滚钱的模式 现在那么多钱 是常带海外去 买来所谓的美国 美国债却的一个定存 我们今天有告诉大家 那做美元定存之后呢 存在海外 然后现在呢 钱藏在海外去 所以如果他要逃亡 有没有可能性呢 看来是有这个可能性 不过这个事实 为什么现在 这个彭华男才告诉大家呢 之前大家都当说是 鼎心魏家四兄弟 一切都不重要 没有关系 让他去 让他借就好吗 透过画面来看到 来自彰化地方法院的 最新的情形 好 持续来等待整个 揭押庭最新的一个 召开的状况 待会有最新的结果 我们随时在节目当中 来告诉您 我们休息片刻